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次视频。 我来自Metropolitan Family Services法律援助中心LAS的个人权益与社会正义职业组。 今天我们要展示的内容是伊利诺伊的最低工资标准和劳工权益。 伊利诺伊州的最低工资标准在2020年7月1日进行了调整。 如果您对本次视频中的信息有任何的疑问,欢迎致电312-986-4105。 首先,请让我向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的法律援助中心LAS,也就是Legal Aid Society of Metropolitan Family Services。 它是全国范围内率先向收入较低人群提供法律服务的组织之一。 从1886年起,它就是倡导人人享有正义的先锋,不计客户的支付能力,为公众提供法律服务。 到现在,我们法律援助中心仍然致力于维护人人享有司法公正的权利,为公众提供法律代理和咨询的服务。 在伊利诺伊州,从2020年7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伊利诺伊州的雇主需要向他们年满18周岁的雇员支付10美金及以上的时薪。 这个最低时薪将以每年一美金的速度增长。 到2025年1月的时候,伊利诺伊州18周岁级以上的雇员的最低时薪应达到15美金。 最低工资标准也适用于小费收入雇员,伊利诺伊州允许雇主将雇员的部分小费算进最低工资标准里,但其中小费占比不应超过满足雇员最低工资标准收入的40%。 对于18周岁级以上的小费收入雇员,在雇佣关系的头90天里,如果雇主选择40%小费底薪的方式支付薪水,可以给雇员开6美金每小时的薪水。 如果不使用小费底薪,则要给雇员开9.5美金每小时的薪水。 90天过后,如果不用小费底薪,雇主开出的时薪应该上升到10美元。 这个最低时薪到2021年1月1日应上涨到11美元,对于使用小费底薪的雇员来说,也要上涨到6.6美元。 芝加哥现行的最低工资标准是14美元每小时,对小费收入雇员的标准是8.4美元每小时。 芝加哥现行的最低工资标准是13美元每小时,对小费收入雇员的标准是5.3美元每小时。 伊利诺伊州州级现行的最低工资标准是10美元每小时,对小费收入雇员的标准是6美元每小时。 在特定的情形下,雇主可以向雇员支付满足次最低工资标准的时薪。 这些特定的情形包括,在雇佣关系开始之后的90天内,处于间隙培训阶段,或雇员未满18周岁,并且一年内为该雇主工作时间不超过650个小时。 伊利诺伊州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任何受雇于雇佣了至少4名员工的雇主的个人,包括家政从业人员和小费收入雇员,并且任何超出每周40小时工时的员工加班时应收到1.5倍的工资。 库克县有县内特定的最低工资条例,但与周内最低工资标准不同的是,库克县内的自治区可以选择不执行库克县的最低工资条例,但他们必须遵守伊利诺伊州的最低工资标准。 那么对于选择遵守库克县最低工资条例的自治区而言,库克县最低工资条例是这样规定的。 大多数情况下,库克县最低工资条例适用于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人。 一是,任意两周内在库克县为雇主工作了至少两个小时。 二是,作为家政人员或者受雇于雇佣了至少4名雇员的雇主, 并且雇主在库克县有营业执照或经营商业场所。 作为雇员,那您有权在库克县为雇主工作的时间内按照库克县的最低工资条例获得工资。 如果州级或联邦的最低工资标准没有突然地大幅增长, 库克县的最低工资条例规定如屏幕上的表格所示。 我们可以看到,从2020年7月1日起, 库克县最低工资条例规定非小费雇员的最低工资上调为13美元每小时, 小费收入雇员的最低工资上调为5.3美元每小时。 这一页展示的是芝加哥的最低工资和带薪并驾条例。 如果您任两周内在芝加哥为雇主工作至少两个小时, 您就可以受到这一条例的保护。 对于小费收入雇员,如果最终得到的底薪加上小费达不到最低工资标准, 雇主有义务补齐差额,使员工总收入达到相应的最低工资标准。 所有加证员工都应该受到最低工资条例的保护。 若受雇于员工数为0至20的雇主,那么加证员工的最低工资为13.5美元。 若受雇于员工数大于20的雇主,那么加证员工的最低工资为14美元。 这一页幻灯片是我们对州内几个不同最低工资标准的总结。 目前,伊利诺伊州州一级的最低工资要求是10美元,将于2021年1月1日上调至11美元, 并且将在每一年的1月1日上调1美元,直至2025年1月1日。 目前,库克县的最低工资要求是13美元,每年的最低工资标准会在7月1日发布至官方网页, 2021年的最低工资安排还未公布。 目前芝加哥市的最低工资要求是14美元,将于2021年1月1日上调至15美元。 而具体采用哪一级的标准,将由雇主营业场所或营业执照所在地或者雇员的工作地点决定。 按照法律规定,雇主应该记录员工的工作时间, 但雇员们最好还是自己也追踪记录一下工时, 记录一下工作日期、一天中开始工作的时间和结束工作的时间, 以及中途的休息时间。 雇员也最好记录下任何对工作场所的担忧。 我们组织制作了很多屏幕上方这样的工时日历, 有英文版和西班牙语版本的, 上面还有很多与工商赔偿、交税、公共福利、 驾照申请等有关的小知识和法律援助信息。 如果您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免费将这个日历邮寄给您, 您只需要拨打我们的电话或者给我们发邮件, 留下您的姓名、地址、所需日历的数量即可。 关于劳工权益,请记住,不论在美居留身份, 所有劳动者都有依法获取相应劳动所得薪水的权利。 所有劳动者都有权利报告他们对工作场所中存在的问题的顾虑。 对于报告劳工问题的劳动者, 州和联邦一级都有相应的法律来保护他们不受雇主的报复。 这意味着,劳动者有权要求一个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 劳动者有权要求得到酬劳, 劳动者有权表达对安全问题的顾虑, 有权投诉在工作中受到的任何不公正对待。 以下是违反劳工权益的几个事例, 比如违反最低工资标准或工作场所的安全要求, 对工作条件的承诺有欺瞒、不实等行为, 不全额支付员工的薪水, 透压员工的护照或其他个人证件, 强迫员工长时间工作,不给足够的休息时间, 要求员工在住房、饮食等其他日常生活方面依赖雇主的安排。 用遣返出境、拘留、监禁等要挟员工, 或者是威胁对员工或员工的家人造成伤害。 如果您有过这样的经历,请记住,您不必忍受它, 因为您应该受到劳工权利的保护。 所有员工都有权提出他们在工作场所的顾虑, 或者是投诉工作中所遇到的不公正对待。 如果您提出投诉或者举报, 我们有州和联邦政府的吹哨人保护法保护您。 这意味着,如果您对工作安全提出投诉, 您有权不被解雇, 或者被雇主以其他的方式进行报复。 当劳工权益受到侵犯时, 雇员们有多种投诉渠道可以选择。 其中一个是伊利诺伊州总检察长办公室的劳工权益部。 雇员可以匿名向这个部门投诉 在伊利诺伊州内发生的任何违反劳工权益的事情。 如果是投诉违反伊利诺伊州最低工资或加班工资标准的行为, 伊州的劳工部专设了一个一站式的线上投诉系统。 您可以浏览他们的网页, 网址在屏幕上。 您也可以拨打他们的咨询电话312-793-2804 来了解相关信息。 如果是想投诉违反库克县最低工资条例的行为, 则需要在违反条例行为发生的三年以内 向库克县的人权委员会提起投诉。 他们的电话、邮件和网址信息也都在屏幕上。 对于在芝加哥工作的人而言, 也可以向芝加哥市的劳动标准办公室 The City's Office of Labor Standards寻求帮助。 请浏览他们的网页或者拨打311开始投诉的流程。 如果您需要帮助, 可以拨打312-986-4105 联系我们LAS法律援助中心。 好了,我们这一次谈论伊利诺伊州最低工资标准的视频 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如果您对这个视频里提供的信息有任何疑问, 或者如果您需要免费的公式记录日历或者是法律帮助, 请致电312-986-4105 或者发送电子邮件到 谢谢各位的观看与收听,再见。